Match函数的应用说明 Match函数是比对里面最强的 MATCH 来,请问10在这里有没有 我们刚学过咯 10在这里面有,找到会把什么,第二 找到会,说有呢,他会送出来什么,2 因为什么,顺序在2 来,我们打一遍,我打在这里,等于 MATCH 打个左刮虎,你再看一下中文说明 好 符合正列中项目的位置 10在这边有没有,在范围有没有 有,他的相对位置是第几个 第2个啦,就是把顺序送出来 来,那打左刮虎 这些英文字在跟你讲一遍,要背起来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什么,找谁 第2个叫范围 第3个叫类饼 找谁,找这个,在哪里找 lookup array就是范围,array就是范围 广义来说 在这里找,有没有 有嘛 那要怎么样呢,要完全一样哦 送出来答案多少,2 那如果把这个改成15,送出来答案是3 如果把它改成40,你应该知道它的结果是 8 如果改成5的话,结果是多少 1 这样对这个送出来的结果,了解吧 所以我想跟你提一下 在以sale,每个函数要知道三件事情 第1个要知道他在做什么 第1个要知道语法 你看到这个match知道 第1个要给什么 找谁,第2个范围 那我抗到衣服呢,抗到衣服呢 第1个是范围,第2个是找谁 这两个顺序刚好颠倒 那接下来送出来结果不一样哦 找到就1 没有找到就怎样 0 那如果这个找到呢 如果这找到就顺序,没有找到就 警号NA 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这你会,这你懂了 老师我想找一样诶 老师他的函数有找什么 来看一下,他可以找接近的诶 什么意思 我现在找的是什么 看一下,我找的是6 请问6在这里有没有 你不可以这样找 0什么意思 0什么意思 完全一样 我可以找什么 小余的,你看哦 6在这里有没有 有诶 他告诉你在第1组 你还记得吗 我这边打5是不是在第1组 如果打6 打7 打8 打9 5、6、7、8、9都算第1组 如果打10就进到哪里了 第2组 11在第2组 11到10到14都属于第2组 你看见吗 所以match很强诶 我想告诉你,老师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我们韩家的学测,学生考了好几百分 可是他最高分 教育部给他们多少,75 大学联考的总级分 你考好几科,每一科都是100分 可是他送给你成绩单叫做用级分的 什么意思 你考90分到100分了给你15分 80分到100分他给你14分 80分到90分给你10分,他是用分段的 所以你落点在哪里 我只要分数是5分到9分,落点都在哪里 1 10分到14分,落点都在哪里 2 如果你是15 16,17,18,19,打19,落点在 我打错位置了 19分落点在哪里 3 你看懂吗 所以他可以找接近的 哦,是这个 你看一下这个 1的话呢,啊什么是1,再看一下 你看懂了吧 老师让我找大鱼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找大鱼的时候呢 这里还有一个顺序,我现在打1的时候才可以找接近 对不对 那看得懂吧,我把6算出来,大家比较好看 6是属于第一组,5到9的是第一组 10到14第二组,15到19第三组,那这你懂了 可是老师我想找,这是,再看一下哦 如果换个方式来找 这样 我把分数改一下,改成什么 再看一下,我换这个大鱼的哦,可不可以 他说不行 老师为什么不行 我想来看一下 小鱼的话,我们刚找的是什么,是不是小鱼 小鱼的话呢,这个数列要由小到大 如果要找大鱼的话呢,这个数字要由大到小 顺序要改 我刚打,再看一下,我打的-1,有看到吗 他不接受呢 为什么不接受 因为你选的是谁 大鱼 大鱼的调节要怎样哦,来,我们把它选起来,我把数字改一下,选起来 资料里面要做什么 由,这个 如果由大到小就可以哦 这叫什么 大鱼的 所以呢,这个开关再看一下 当你找小鱼的时候呢 这个数列要由小到到排序 如果找的是大鱼的话呢,数列要由大到小排序 老师,这些我怎么记得起来 没有人叫你背起来,就是这样啊,来看一下 等于MATCH 走刮虎,对不对 移到这里来,看一下吧 详细说明在这里 我也没有在背呢,我打了再看结果知道,因为我知道,可是会忘记啊 来来来,在这里 在这里 比对后面的选择性有 0就完全一样,对不对 小鱼,这是大鱼 那指定哦,那还没完 这里 详细说明在这里 如果你要找什么 小鱼或等鱼的话呢 来,他说什么 你的资料要递增排序,你看见吗 如果要找大鱼的呢,负义的时候呢 要怎样 递减排序 这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那我也不会太记得,就是去查 所以MATCH在比对的时候最强哦 像我要找第3开关是什么 要找大鱼的 这是我的资料必须由大到小 A8啦 你看到吗 如果要找大鱼负义的时候,必须由大到小 如果这样小鱼的话呢 可不可以,他就告诉你错了 因为你的资料必须怎样 由小到大,这样就可以 来,各位试一下吧 对不对,MATCH应该懂了 这个开关要使用小鱼大鱼,这边 资料也要做更改